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台 這台是ET Singer的 還沒有上市 甚至於是都還沒有量產的一台 全新概念的手模 那這台之前在咖啡展的時候 有讓現場的消費者去試玩了一下 那學長這次也特別把它借來 然後讓大家先乒乓幾雷 因為真的是 可以說是全球 我們台灣都算是第一批拿到這個樣品機的人 所以可能你又找不到其他資料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同時呢 為什麼學長 我們這麼急著想介紹這台磨豆機呢 主要是因為它的設計實在是很新穎 真的是打破我們的原本對手套磨豆機的一些既定印象 讓我們真的覺得 哇 手模的市場真的是 我們未來有很多可玩性 真的非常的開心 好 所以今天就來為大家介紹這台 EasySinger的ETV的i 這台磨豆機 那目前呢 這個規格呢 只能說是樣品的等級 因為還沒有到量產階段 所以未來如果量產了 然後我們拿到更新的量產品的時候 可能還會再有一些更動 那大家就先來看看 但是我想應該主要的核心是不太會變的 那這台EasySinger的手模呢 它有兩個規格 一個是比較寬的機身 一個是比較窄的機身 那學長今天的這台是比較寬的機身 比較窄的機身呢 它就會比較細一點點 你握起來呢 可能亞洲人的手會比較好握 那到時候不知道會出哪一台 但是反正就是只差在這邊 其他部分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先介紹這台寬機身的手模 好 分為幾個部分跟大家介紹 我們先考慮一下它最核心的東西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的外刀盤的設計 這點真的是很嶄新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的耍磨豆機 應該百分之百 都是中間有一根中軸 就像譬如說我們常介紹的例子 它是有一根中軸的 有一根中軸 然後這根中軸呢 它連接著我們的磨盤 就是刀盤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外刀盤固定在機身上面 所以我們轉動磨豆機的中軸 就帶動了內刀盤 那就可以形成兩個刀盤這樣子研磨的狀態 就是目前幾乎所有磨豆機的設計規格 都是這樣設計的 但是呢 Easy Singer這次的手模 它不用這樣設計 它捨棄的中軸 就把它的刀盤固定在我的機身上面 所以我在轉動的時候會發覺說 轉動的時候呢 我的刀盤會跟著我的機身在轉動 OK 那這樣就等於說我並不需要有中軸的設計 我一樣是可以讓外刀盤會移動 會旋轉 然後下面的內刀盤是固定的 所以跟一般的邏輯是顛倒過來的 那這樣的設計為什麼讓我們覺得很有趣呢 第一個部分是 其實中軸這樣的設計 它相對來說它的結構的穩定性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中軸就一根柱子 像我們拿例子的中軸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來說呢 這個就是磨豆機的中軸 中軸就會帶著我的刀盤 所以我在旋轉的過程 我的轉軸在轉的過程中 我的中軸就轉了嘛對不對 轉的過程之中呢 刀盤一直轉 但是呢 因為中軸它還是有 金屬還是有點彈性 雖然它是可能不鏽鋼很硬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彈性 當我的豆子進到我的刀盤的兩側的時候呢 如果兩側豆子的密度不平均 尤其是豆子越硬的時候呢 可能會導致於我的中軸有一點點偏移 那偏移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左側或右側這樣 這種情況之下就可能會導致於你的研磨度不均的狀況 所以當然雙軸層的磨豆機呢 目前的主流雙軸層磨豆機呢 就是利用兩個中間的軸層 夾住我的中軸 讓它的研磨的搖晃的狀態降到最低 所以好的雙軸層磨豆機 其實研磨品質已經相當不錯了 但是呢 這是Easy Singer它的這個設計本身呢 非常有趣的是 它不用中軸了 我不想用中軸了 我就直接把我的刀盤固定在機身上面 所以我們就發覺說 它沒有中軸晃動的問題 也沒有軸層去夾中軸的問題 所以這個設計本身覺得 其實相當的聰明 而且確實可以解決一些傳統磨豆機 可能發生的問題 所以這個沒有中軸的磨豆機的設計 是讓我們覺得非常耳目一新 而且說不定會成為未來一些 設計磨豆機的一些新的行業標準 所以這點是非常厲害的 好 這是它最核心的一個設計的變化 但是除此之外呢 還有很多其他的小細節 我們都覺得說一口氣把整個規格往上拉了 我就為大家介紹幾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第一個部分呢 可能是它的搖臂的部分 它是完全可以收納的 它是有一個磁吸的部分 當我把它拉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吸附在我的機身上面 所以不會晃動 但是它是可以收納到我的機身裡面 不用的時候可以收納進去 就等於說我不用額外再帶一個搖臂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些磨豆機呢 它可能在磨的時候呢 可能我拿到搖臂的時候 會導致於我的機身落地 或是我搖臂落地之類的各種狀況 那它直接覺得這個問題 就把搖臂收到機身裡面 你是沒有讓它落地或是刮花的可能性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 其實事實上來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它的蓋子的部分呢 也不再是用搖臂是蓋子了 它就是有一個磁吸蓋子 上面有兩片磁鐵 你輕輕放上去就會吸住了 那你要把它打開的時候就壓下去 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真的蠻聰明的 然後它的口徑做的蠻大的 所以你要倒豆的時候呢 也不太容易掉出來 那有蓋子的時候呢 你也不會有跳豆的現象 所以這幾個細節都做得非常的好 好 那包括它的研磨布的調整 這邊 刻度盤在這邊 它是一個外刻度盤 就等於說我不用再打開我的磨豆機 因為現在大部分傳統的磨豆機 還是要用這種 這種刻度盤 這種刻度盤 然後轉轉轉轉 咖啦咖啦聽聲音嘛 這也沒有說不好 但是這種就是超級直觀的 就是現在新的磨豆機的設計 可能很多都往這方向走 你可以看到從1到23個 你就要用手這樣轉這個黑色的這一圈 就可以調整你要的研磨度了 甚至於它的設計上面也為了比較沒力氣的女性設計 它的粉杯的下半部有三個機組結構 當你要調整到比較細的時候 因為你調整到越細的情況之下 這個黑色的轉盤會比較緊一點點 所以它會讓大家省力 並且在極為極細的情況下 很緊的情況下 可以用這個下面這個 把它套到你的刻度盤上 可以有一個卡榫 卡進去以後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轉動你的刻度盤 非常的人性化 很聰明 然後它的刀盤的清潔跟拆卸也是這麼的合理 這邊有一個拆刀盤的一個箭頭 我只要把我的刻度盤 往最粗的地方調 調到這個位置 對上以後呢 輕輕往下一拉 我的整個刀盤就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也是我覺得非常棒的地方 可以看到 它裡面 這邊可以看到 這裡面就是所謂的外刀盤 就是跟機身連在一起的外刀盤 然後裡面就是內刀盤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接粉杯 就是你的粉槽 這三個部分就是ETSINGLE的 魔鬥機的所有的部件 只能拆到三個部分 但是你所有的刀盤的部分 都可以進行清潔 我們其實就是拿毛刷 這樣清一清 就可以清到所有 包括桶身的部分 它是一個紙桶 可以清到 然後呢 內刀盤的部分也是 拿一個小一點的毛刷 刷一刷 就可以清得很乾淨了 然後粉杯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的東西會不見 或者說什麼零件不見 那相對來說 比較傳統的 像例子C 它就是傳統經典的一個款式 它沒有不好 但是相對來說呢 它的設計上面就 跟這種最新的頂規機就是有差別 可以看到 當我要把所有東西拆光的時候呢 我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 五 六 七 八個零件 會四散在桌上 相對來說 就是你的便利性 當然會沒有那麼好嘛 但這樣比較也是不公平的 這個一千多塊 這個呢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價錢 所以大家也不用問了 因為根本就還沒有價錢出來 只是說可能是 一千萬元機的那個Range帶 八千到一萬二這個地帶 所以它的設計上面當然是很先進 所以真的非常的方便 然後另外一部分 ED Singer呢 它這個公司 它其實是一個瑞士的 磨豆機公司 那它有出一些定量磨豆機 那裡面也可以叫烏鴉啦 然後看到它的Logo呢 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烏鴉 你可以叫烏鴉磨豆機也可以 然後ED Singer都行 ED Singer這家公司它很 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很會做這種模組化的一些設計 什麼叫模組化呢 就是它的譬如說刀盤 就是就像這樣 簡單轉一個按轉一個關節 拔下來就可以清潔 而且甚至於可以換成別種刀的 它就是希望做這種 非常容易裝寫師 而不是那種很多複雜的步驟 所以我們也可以大膽推測 但是一切都是推測 我不敢說一定會 我可以大膽的推測 在這個磨豆機的機身上面 說不定它的刀也會有多重選擇 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們再回頭說一下這個刀盤 這刀盤是 學長至少沒有看過這樣的紋理 也算是一個全新的刀盤 是不是市面上看過的刀盤 然後機身是瑞士的品牌 那刀盤是由烈芝敦士登 這個小國家 它其實就是在瑞士的旁邊的 一個刀盤廠商來做的 蠻有趣的 蠻特殊的 那裡面內刀盤的部分 也是蠻複雜的 那我們在影片之中 我們還不確定最終版本會不會是這個刀 那我目前用這個刀的滿意度是不錯的 那順便再跟大家講一下組裝 就這邊有一條線 然後這邊有一條線 就線對線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轉到你要的刻度 就完成組裝了 真的是沒辦法再簡單了 真的是非常棒 然後這是一個磁吸粉杯 就是正中間這一根它是有磁力的 而且磁吸蠻強的 放進去它就會吸進去 你就不用旋轉也不用什麼的 所以 然後磁力很強 可以看到 如果是我正常人要拔 我簡單拔是這樣是拔不掉的 用力拔 而且它的磁力是蠻強的 所以可以說整支的設計都很前衛 而且都是頂規的設計 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OK 那我們也講一下它的缺點吧 缺點 學長目前沒有看到太多缺點 但是比較大的缺點也是這個磁吸粉杯 因為磁吸粉杯 它的磁力來源在於正中間 跟這邊 跟這兩個 會有對吸住的磁力來源 所以其實你在正常研磨的情況之下 正常研磨的情況之下 這磁吸粉杯非常的老酷 正常研磨的情況之下 它是不會有掉落的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可以安心的磨 但是它有一些小問題在於什麼呢 就是它的 它沒辦法接受側邊的力道 因為它的磁力就在正中間 你如果從側邊給它外力的話 它有脫落的可能性 譬如說 如果有些女孩子他們磨的時候 可能力道比較不足 就習慣性靠在身體上磁力 譬如說靠在我的胸口 靠在我的肚子上 我可能用力磨的時候 從旁邊有側力一推下去 它可能就會有掉落的風險 或者是像學長前兩天就是碰到這個狀況 因為我習慣 我就習慣說磨豆機磨完的時候 還是會沾一點細粉 所以我就習慣會拍我的側身 讓我的細粉稍微落在我的粉杯裡面 會比較乾淨 但是這個如果你去側拍它 外力從側邊來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掉 好像 它就有可能會掉 所以這點就是大家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要習慣的一個部分 就是你要減少側邊的外力 敲之前我就是要讓它 手稍微往下抓一點 把你的粉杯抓住 然後這樣敲它 當然就沒有問題 你還是可以清潔得很乾淨 就不會掉了 就是一個習慣問題 然後呢 它的研磨的速度 我覺得是介於 可能如果以頂規機的標準來說的話 它可能跟C40的研磨速度 差不多 或是略快一點點 因為C40我自己使用上面 會覺得它的研磨的效率 就是說磨的速度來說 其實並不是特別快 比如說粒子 其實研磨效率是蠻好的 雖然它便宜 但是它大概20克的咖啡豆 大概是30秒 但是我C40我自己在使用上面 大概是在45秒左右 所以它的效率上面算是普通 那這一台可能就介於 比C40好 但是比例只在差一點點 差沒有很多 研磨效率最好的 我覺得是Kinu Kinu我可能20秒 到25秒就磨完了 這是Kinu厲害的地方 好 所以在研磨的效率上面 差不多研磨度呢 這個ETSINGLE就是烏鴉 它大概是在30幾秒 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好 那我先磨到14的研磨度 14是我最近覺得蠻喜歡的一個 手沖的研磨度 那我們來測一下 用20克的豆子 那我使用的研磨度呢 就是平常我自己測 喜歡的研磨度 大概14啦 好 那我們就 按開始 然後它的特殊點呢 就是它是 逆時鐘研磨的 所以呢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有點不習慣 習慣就好了 然後女孩子就會比較推薦說 你可以買機身比較窄的那一款 比較小的機身 因為小機身呢 對於女孩子來說 握力上面的需求就會降低 那男孩子呢 可能都還好 一般男孩子握力還是比較夠的 好 它的效率呢 咬鬥效率還是可以的 好 差不多磨完了喔 好 好 磨完了 等 OK 空了喔 大概是45秒左右磨完了 這個豆子 嗯 略為硬一點點 感覺起來是 豆子硬一點點 但是差不多45秒左右 所以可能跟C40時間差不多 或是比C40略為快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研磨的粉的品質 這次我就沒有做力競分析 因為我想要等到那個最終的版本出來以後呢 我再來做力競分析 可能大家有比較意思嗎 現在做個半死 到時候版本會不會調整 我不確定 但是它的整體顆粒呢 其實它是追刀摩托機 所以它的顆粒當然是比較立體一點點的 然後細粉率 我目前目測 其實沒有到非常低 還是看得到細粉 但是我自己在充足的感受度上呢 其實我會覺得說它的乾淨度其實是很OK 然後香氣的表現也是相當OK的 所以我覺得目前這個力競我還算是滿滿意的 那到時候 我再根據最新版本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覺得它的最終的特色是什麼 大概跟大家說明了一下以後 我們充足我們就等正式版本到的時候 我們再做充足 我覺得它會更有價值 好 那關於ETSINGLE的相關的一些情報呢 就學長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比較留言 那什麼時候會發售 學長真的不知道 只要一聽到有任何要發售的消息 一定會第一時間跟大家聊的 那關於價錢 你也不用問 我也不知道 你要問我也回答不出來 OK 但是大家都可以萬眾矚目的這一台呢 我相信台灣一定會是全球比較早拿到的吧 我想 因為我們台灣人夠熱情 OK 那我們關於摩托騎士的開箱 就到這邊為止了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